里约著名的伊帕内马海滩在这个星期初就挤满了游客 丹麦王室星期二为丹麦特色展馆节目 奥运会纪念品收藏者在奥林匹克公园外交换纪念徽章 我去过16届奥运会 我在15个奥运会上交换过徽章 美国沙滩排球队的队员们 对将在科帕坎巴拉沙滩上比赛感到兴奋 是的 我觉得在真正的表现 在天然的沙滩上比赛很棒 我们每天都练习 但是在天然的沙滩上比赛氛围不一样 在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队伍中 有一支队伍完全由难民组成 这是奥运会历史上的第一次 这支队伍的10名队员来自南苏丹 叙利亚 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埃塞俄比亚等国 但是就在奥运会开幕三天前 由国际特赦牵头的主要国际人权组织 再次呼吁国际奥委会回应巴西警察暴力激增的问题 在过去的4月到6月的三个月间 里约市里死于警察之首的人数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百分之百 国际奥委会也再次为准许部分 俄罗斯运动员参赛的决定辩护 有证据显示 在索契冬奥会上 俄罗斯运动员普遍在政府支持下使用违禁药物 没有使用兴奋剂的运动员 仍被允许代表俄罗斯参加里约奥运会 你不能因为政府的错误而惩罚一个没有牵涉其中的人 但是提供了相关证据的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前主席说 本来可以用另外的方式伸张正义 从个人角度来讲 我觉得我们也要保护个人权利 也就是如果你清清白白 欢迎你参加奥运会 站在奥林匹克的旗帜下 但不是站在俄罗斯的国旗下 服用兴奋剂是你的政府组织的 里约夏季奥运会将于星期五开幕 8月21日闭幕 将有来自206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5000名运动员参赛 美国之音霍克 华盛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